乖不吃了,乖不吃了,乖睡觉 爹干活,爹干活才能给你买肉肉 乖,真乖,真乖,爹知道了,乖乖乖 不摸爹,握握手好,你睡觉,你睡觉 等爹干完活,爹带你玩去 真乖,睡觉去吧,睡觉 睡觉吧,睡觉吧,别够 别给把你那破秋波勾引爹 乖,乖,乖,睡觉,睡觉,睡觉 我脑子老空白,所以不知道干嘛 老看别人说什么 周小正,我看网上有周小正 那我就能发周小正 昨天我发那个徐晓冬视频 我没有任何解释,我跟徐晓冬吃顿饭 结果就给我那什么了 结果我徒弟拍了一个我跟徐晓冬吃饭 而且用了威严耸听的题目 他叫约驾徐晓冬,愣没事 这种约驾徐晓冬就应该不是我徒弟 我反对这种挑事的题目 你也不是去约驾去了 咱们就是找人吃饭去了 你干嘛叫约驾徐晓冬 这就是我就批评过 穆罕默德若干次 你跟我 你至少得跟师父一步一趋 你不能把我每次带你一个地儿 变成是给你认识人的一个机会 你利用这机会就搞机会主义 那就是脱臣取消派 你就偏累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是吧 你看我闺女就永远听爹说话 爹让睡觉 马上就睡觉 你没学过传播学 看电视 然后自己自转的新闻 既然师父 你就看师父怎么说话 你老这么弄 我以后都不敢转你的了 看你没疯 你符合这种说假大空话的潮流 但是你停不长啊 再往下是什么呢 看看我的 有一个私信 是微博的私信 私信谁来的 是我同事 是新华社的 新华社的这个孩子 嗯 他是要干嘛呢 他叫记者木童 他假名啊 假名可以说 他说 唐老师 怎么帮我认识一下水军艺 我说不知道他变没变 我立即把水军艺的手机发给他了 他说方便加您微信行吗 我说不行 我的手机微信号被永久封号了 这孩子说 您真是大腕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哈哈哈哈 就佩服您 其次是水军艺 其次才消失呀 我又臭高兴了 我也想成为你们这样的记者 可惜没机会 不是没机会 机会就在你边上 像我 我三十年前就是主任记者 三十年后还是主任记者 你媳妇会让你三十年不涨工资 不进生吗 是吧 我被 我 不仅是 鲁迅说的 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 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 好多时候你根本就不敢 不是你没机会 机会就在你面前 但是你是小孩 是男孩是女孩是多大 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能这么误导你 因为现在教育都说 考幼儿园 小学 中学 大学 大学毕业要找一个好工作 什么好工作 铁杆装 就奖金高 然后把你爹你娘接了 你跟我不一样 我祸害我爹我娘 我每天就想 老百姓大概需要什么 党需要什么 我就出去拍去 拍完了 我不进行任何评价 我只把我拍的储存起来 我绝不会用 小学 约驾 徐晓东 这种 话中取宠的题目 也许我20岁的时候12岁的人 但是我每天都朝 这种错误的方向 做斗争 我坚持我是我是吧 睡觉吧 乖 睡觉吧 别该看书了 睡觉 睡觉 乖 乖 一会儿爹带你出去啊 睡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